镜头认真受访 他是新竹市警察局保安科秘书宋瑞展 先前因为收受电玩业者贿赂遭到收押 如今却爆出案外案 检察官在调查电玩案过程中 意外从宋瑞展手机发现 新竹市警察局有大规模的官说撤销白单 而且多半都是曾经任职所长以及队长 或是经手过交通队的相关业务 专案小组共传犯原警28人 剩人2人 相关仪式涉案原警 查明事实原委 并全力配合检察官依法侦办 而交通违规举发可以分成两种 依次交到警察兰庭 当场直接开违规单给驾驶人 另外则是进行举发 一如科技执法 超速 闯红灯拍照 都会开立俗称白单 但也由于白单尚未打进警政系统 因此有时会收到请托 帮忙销单 专案小组于昨日持搜索票 搜索九处 并通知试案的证人共30人到案 经本署检察官落约讯问后 任其中涉案警员控21人 涉犯康罪条例 服役罪行重大 检察官表示有申请羁押的必要 因此在12号清晨6点 向台湾新竹地方法院 申请21名援警羁押禁件 新竹市警察局也对待说明 一定会警戒警拜 追究相关人员的考监责任 全力配合侦办 三星人张艺黄士涵 新竹庄报道